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男的却把戒指 带在了一具尸体的手上 这是一个幸福的一家三口 可女儿却对妈妈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但男人却竟然发现 她的妻子居然没有影子 本期韩国奇谈 一部电影三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为了大家方便易懂 我会把混乱的时间线给拆出来 分成三个故事来解析 那么故事一 冥婚 1942年 珍南在安生医院里做实习医生 那个时候她面对尸体 会害怕 会有痛 因此还被当时带她的女医生 仁英给嘲笑 其实珍南原本是学美术的 但她自小父母双亡 是安生医院的院长 一直自助她上学的 为了报答院长 珍南不得不气美学医 并且还要去院长 那个和她从未见过面的女儿 这天的太平间来了一位女士 长得很漂亮 都传她是和爱人私奔殉情的 但奇怪的是 那个男人的尸体 却一直都没有找到 晚上值班的时候 珍南就看到了那具尸体 再想起同事们都在议论她很美丽 再想起 她与她在婚姻上都同样没有自由 她顿时心生联系 揭开白布 差事 珍南被女孩的美貌索惊呆了 她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 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她 估计她还不知道要看多久呢 就是珍南低头寻去 看到那是一枚戒指 看样子 这枚戒指原本是属于女孩无名指的 但当珍南想物归原主的瞬间 她却发现戒指就戴不上了 好奇怪啊 是不喜欢吗 于是珍南就把这枚戒指戴在了身边 正巧第二天 讲课的老师也讲到了鬼神这个问题 眼外这意味就是 他是相信这个世界是有鬼神的 然而此刻的珍南却无心停客 一心在把玩的那枚戒指 并且在无聊的时候 他还经常去看那只女士 他会和他聊天 聊心事 聊那枚戒指 其实 两个人就这样 一个躺着一个坐着 一个听着一个说着 如果不是气氛有点诡异 还真有点像谈恋爱的意思 直到这天 医院来了个尼古 他总朝着震男念经 震男虽奇怪 却没有放在心上 他如往常一样来到太平间 与女孩诉说心事 正巧就被院长给看到了 震男当时就慌了想解释 可院长却没有深究 只是说他长得很漂亮 然后就问了下震男的生辰八字 就走了 当时的震男还没有太在意 但他却惊讶地发现 当院长走后 这枚戒指似乎能戴在那女孩的无名指 夜里 一阵哭声从院内的兵衣馆出来 震男好奇地走了过去 发现正是白天的那个尼姑正在做法事 因为相片是被符遮挡着 因为哭泣的人是跪着的 所以当时的震男也没有看清 这俩人在搞什么跪 不过当他在回去工作时 从储柜里已经传出声音 让震男几备发凉 走过去 看到从女孩的储柜中流出好多水 震男张的胆子打开了储柜 却发现女孩不见了 等到探头巷里望去 突然一只苍白的手蹭出身处 把震男给拽了进去 恍惚间 震男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在梦中 他竟与他冲昏了 他们相近如宾 恩爱缠绵 然而不久之后 女人怀孕了 他给他生了个姑娘 再染后 震男就醒了 他发现自己已经浑沉吃过的 躺在太平间 同时呢 这张相片的佛咒也被撕下 两张相片一张是女孩的 而另一张居然是震男的 随着震男把两张相片点燃 女孩的真实身份 也浮了水面 原来呢 她就是院长的女儿 是震男的 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 原来女孩一直在日本上学 并在期间交了个日本男友 那个时候的韩国妹子 怎么可以交日本男友呢 什么原因 不用我多说了吧 院长想帮打鸳鸯 强行把女儿嫁给震男 但她没有想到 女儿竟与那男人殉情 直到院长既痛苦又愤怒 于是她便找到了 自己修行的姐姐 让她出面帮忙 置办了这场冥婚 即使女儿去了阴姐 她也要强行拆散他们 但谁都没有想到 这中间出了点岔子 那就是女孩会真心 喜欢上震男 女孩嫁给了震男 成了她看不见的新娘 一直默默的 在她身旁守护了37年 在这37年间 震男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 女人为了生下一女 便难缠而去 这个女儿似乎如 当初梦境中遇事的一样 她会有一女 第二段 女人患有心脏病 只坚持了一年 也撒手仍怀 后来震男干脆就不娶了 一心把女儿抚养成人 在女儿成家之后 孤独的震男 时常会拿出影集 回忆起37年的事 直到最后 她看到了那张 她的画像 果然再放下照片 时隔多年 她果然又看到了她 震男的这番话里 包含了太多的委屈与怨念 怨她那晚 为何聊了自己 又不带自己走 她的自己在这世上 又苦熬了37年 并且还经历了 两次丧气之疼 而女孩听了她的话 没有回答 只是双眼还累 仿佛在告诉她 自己不会再丢下她 一个煎熬了37年 一个等待了37年 一场跨界的人鬼恋 到此画上了 一个完美的句号 到这儿呢 这第一个故事就结束了 看过远居的小伙伴都知道 就开头有一个片段 是震男的女儿回家时 在他们身旁 一直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女孩 而震男与女儿 都仿佛对她示弱无睹 但其实呢 他们根本看不见 因为她就是守护了 震男37年的 明魂新娘 故事二 妒忌 这是一个幸福的一家三口 可女儿却对妈妈 说出这样的话 时间先回到 故事一的两天前 安生医院来到了 浑身失血的女孩 可能是疼痛 导致女孩出出不止 医生便给她打了真经计 但当女孩安静下来 医生们才真经的发现 女孩的身上 竟没有一丝伤痕 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大的车祸 女孩父母双亡 而她居然没有一点擦伤 这很不科学 但更过一的是 女孩母亲的处事柜 好像永远无法关上 于是夜里 女孩就看到了 她妈妈浑身失血的 坐在她身旁 并且接下来几天 连续如此 要么呢 她给她梳头 要么她带她去看那诗和远方 女孩呢 被她妈吓得 已经不能言语了 可医生得出的言论警示 此刻的女孩 让医生心疼不已 她那么小就没有了父母 这以后可怎么办呢 于是接下来几天 医生便对她 格外的细心关照 没事讲讲故事 开开玩笑 没过多久 女孩果然开朗了起来 但事实并非 如医生所想的那样 伴随着女孩继续回忆 让我终于看清了真相 原来女孩的亲爸爸 女孩的妈妈又给她 找了个新疤 松本 但就在她妈 给她们互相介绍的那天 女孩发现自己 已经陷入了其中 无法自拔 是的 她喜欢上了松本 所以再见到松本 与她妈牵手 妒忌 使得她面目全非 关键时刻 是女孩的妈妈 用自己的身体 拼尽全力 替女孩挡下了 所有伤害 回想到这 女孩痛苦流涕 男医生暗恋她 却不想被她看上 医生才刚走 女孩内疚的不行了 虽然医生拼尽全力抢救 但最终 还是无力回天 迷路之际 女孩再次把手 搭在了医生的手上 恍惚间 她想起 她妈最后对她说过的话了 母爱是伟大的 当危险来临之际 她甘愿付出生命来保护她 所以她怎么可能会怪她 怎么可能会恨她呢 显然女孩之前的遭遇 都是她自己一想的 这么年轻的生命突然没了 医生在惋惜的同时 也感慨万千 她来到了女孩 与她妈合照的地方 想过去看看 这是 一辆车及时而来 把她撞倒在地 民流之际 她在人情中看到女孩了 我觉得她就是被女孩给带走了 从前边两个大手的片段 不难看出 女孩呢 就是一清别练了 故事三 影子 他们是一对情侣 但男人却发现 女人没有影子 女人是艾成医院的医生 而男人是这里的医学教授 时间现在回到 顾世纪的三天前 艾成医院发生了很多 惨死的任命兵 当时任鹰负责事件 而镇男还未走突 日本军官非常生气 是要找到凶手 诶 但她根本找不到 所以晚 男人半夜醒来 发现任鹰不见了 但过了会儿 她又悄悄回来了 于是隔天 男人问任鹰 昨夜干嘛去了 任鹰回答睡觉啊 那男人又问他 昨夜有没有做什么噩梦啊 任鹰回答没有啊 男人默不作声 但任鹰的话 却让他很在意 几天之后 男人拿出了 他们的定性信物 放在灯光下 照出的影子很是漂亮 任鹰很喜欢 想伸手去触摸 可突然间 男人发现了 超级诡异的影子 他爱人任鹰 居然没有影子 他不敢相信的 又照着照四周 发现窗户有影子 座椅有影子 他也有影子 唯独任鹰没有影子 灯光照在任鹰的身上 照在他的脚底 明亮透白 震惊中 男人猛然想起一事 一年前 他们曾给一个 日本军官做手术 在手术即将完成的那刻 那日本军官突然 炒起了手术刀 扎在了任鹰的侯警 原来呢 任鹰已经死了呀 虽然他不清楚 任鹰为什么 重新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但是不管 此刻的人影是什么 只要他们能够在一起 对他来说 这就足够了 直到这晚 男人突然从梦中惊醒 发现睡在旁边的人鹰消失 但那里却有着蝴蝶 再随着蝴蝶飞机的方向走去 他亲眼目睹 人鹰正在杀人 同时小护士临死之前 还在人鹰的手臂上 留下了几道血痕 男人赶忙跑过来 劝人鹰收手吧 但人鹰不但不听 反倒还要自尽 关键时刻 男人冲着上去 使得把簪子 扎进了自己的身体 男人昏了过去 但当他醒来之后 人鹰就不见了 可是为了帮助 人鹰清理现场 他居然把护士的尸体 拖进了看似黑奇迹的身边 再回到家中 人鹰不见了 男人就坐在沙发上哭等 待到天亮 人鹰才重新出现 并且仿佛忘掉了 昨晚的一切 在人鹰的提示下 男人才注意到自己胳膊上的血痕 他不清楚这些血痕是怎么回事 但再抬头 人鹰不见了 男人这才猛然激起 原来昨夜杀人的不是人鹰 而是自己 同一时间 日本兵这边在马路上看到了护士的尸体 他们猜测定是因为昨夜天太黑 雾太大 凶手雾把山坡当成了悬崖 才搞了这么个乌龙 夜晚 身为医生的男人明白 自己是太思念人鹰了 换了精神病 有了多数人格 于是在大海离治期间 他打电话自首 并给那个日本军官书信一封 告知他自己的情况 告诫他一定要把自己绳之一发 然后还把自己给绑上了 可是夜里当日美兵赶来的时候 开门却是圆影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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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去聘工先生 您您不是不见过吗 您还还不考量 您还未来过 您更遲 您 所以 你 先生 您 您是否和他们出生了 您有多年两个人 您你帮了 我一年不输 您 是的 您您可以坐在坐 你坐在一起 您 temps 军官来到了屋中 发现了男人写的信任 他大骂一声疯子 可再起身已经晚了 任盈扎上了他 他匆忙八强惊跑了任盈 他们追着任盈跑进了医院 却发现任盈居然还要杀人 于是 剧情发展到这 来得个强行反转 原来当初死的是个男人 任盈太过悲伤 潜意识地宁愿死的是 是自己 从而幻化出丈夫的人格 那个给同学们讲鬼神的是任盈 他是相信这个世界上 是有灵魂存在的 画面再回到暗生医院 任盈放下了自己的双手 再次抬起 不一样的是 这次他扎向的是自己 冰死之际 他看到了男人凶服自己 但下一刻 男人消失 沙滩上只有一排脚印 而海边也只有他自己 同时沙发上的男人消失 陪他看下的男人消失 大雪天 与他互相依偎在场 以上的男人也消失 原来这一切都是 任盈幻想出来的 原来他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一间医院 三个故事 三段时间线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联系的话 那应该就是任盈最后 说的那句话了 三种孤独 即三种爱情 女票对镇男的爱 是那种克制的爱 克制了37年 只要在他身旁 摸摸守护就足够了 小女孩对母亲 对宋本及男医生的爱 是自私的爱 她就是要占有 偏执的占有 至于最后人影的爱 就如片中他所说 他对丈夫是那种压抑的爱 虽然他认为自己 不应该压抑内心的情感 但实际上他心里 一直不肯承认 丈夫已死的事实 很矛盾 却很真实 所以呢 才有了丈夫的人格 最后的总结就是 惊悚的电影 《威美的爱情》 仿佛是在告诉我们 如若不对爱意加以克制 你可能从将爱情 会有那黑暗的漩涡 《威美的爱情》 感谢观看